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姐妹俩的这次聚会 打小S的妈妈表示家里每周都会有家庭聚会 至于打S销售不少 妈妈直言 打S要照顾两个小孩和家庭 当然会瘦 果然当妈不容易 打S之前呢整个人都很显浮肿 现在和王小菲异地多月 只能独自地一人照顾小孩 累瘦了不少 王小菲已经在北京待了四个月 父亲俩多月没见 大小S的妈妈解释 因为来回都要隔离的缘故 所以汪小飞只能选择把工作都完成后再回来 还透露汪小飞这个月应该就会回台湾 不过下个月可能因为工作又要回北京了 大S和汪小飞异地许久 宠女狂魔的汪小飞非常思念老婆和妻子 多次深夜发文透露自己很想家 以前都没有离开家超过五天 还因此瘦了五天 难掩自己的思念之情 王小飞忙着工作 大S则忙着带娃一直都没有出来工作 不过最近大S将会担任企划和制作人 姐妹俩的合作一档新的访谈节目 小S来主持 只要准备就绪就会开始录影 因为大S生完二胎之后极少出来 粉丝们都很期望大S能付出工作 这次姐妹准备合体 也是非常令人期待了 19年前 那个倔强清晨的山菜 在今日看来 仍旧是台湾偶像剧 无法逾越的经典角色 大S的一领一笑 一举一动 都让山菜这个角色 增添了不少光环 从此提到偶像剧女王 她是担任不让的第一人选 即使到了33岁 她也依旧演得了泡沫之下里 那个淡沫又优雅的依下沫 丝毫看不出岁月 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 能数十年如一日的保养好自己 这张脸和这副身材 大S是下了不少血本的 在节目里 她就亲口承认 自己在医疗美容方面的花费 达到了数百万之多 而且曾经听信了 某日本女星 为了减肥 只吃苹果和酸奶的方法 把自己捡到胃炎 被送去了医院 她搭卖过的美容书 美容大王里 甚至提到自己睡觉时不能压到头发 别人也绝不许碰到她的头发 她有一句经典名言 之前还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被爱美女孩奉为闺孽 要么瘦 要么死 这么一个对自己身材 样貌都严格管理的女星 怎么在近些年来甘愿 退居家庭 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了呢 大S从来不是那种 愿意在感情里放弃自我的女人 她虽说也曾有过少女心爆棚 这道帅哥就一发不可修饰的青涩阶段 但只要在感情里触及到她的底线 她都会义无反顾的转身就走 就说她和蓝正龙的那段情史吧 当时 流星华人里的F4 哪一个不是风流倜傥的大帅哥 可她偏偏看上了只有两极戏份的 配角蓝正龙 还找助理要来对方电话 各种按送球播 而且一爱上就是干柴烈火 不管不顾 甚至和对方交流都用下了禁语 可以说是爱到了一个卑微的程度了 大S的可贵之处 在于她不是纯粹的恋爱脑 她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 从一开始呢 就有着清晰无比的认知 所以她后面和仔仔周余明 因戏生情 在一起两年多又分开 引来外界无数唏嘘 其实也是因为她发现二人性格不合所致 周余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而大S则天性活泼 需要不断的沟通和交流 带来新的能量 所以这段感情呢 最终还是没能走下去 再到后来 恋爱了20天 就嫁给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小飞 同样也是这个礼 戴四说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知道 这是我以后要嫁的男人 汪小飞身上的沉稳 那种北方汉子特有的耿直和正气 都让她为之倾倒 2011年二人海南三亚等婚礼 就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是童话班 公主和王子的邂逅 也有人阴谋论上身 质疑大S半斤而嫁入豪门 毕竟京城四少这个头衔 可不是浪得虚名 从无名嫩魔到大牌 如张雨琪等影视女星 王汪大少一路的感情 也是丰富多彩 不是被爆出露骨短线 就是被拍到机场热吻 尺度一个比一个惊人呀 玄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压抑了这批野马的野性 但不时的爆出来的桃色新闻 还是让旁人深深的替大S 捏了一把冷汗 深夜泡巴 锦楼神秘女子还互加好友 事后还发文谴责记者看图说话 感情方面如此 事业方面也屡传危机 从去年开始 关于汪小飞精英的酒店 生意小孩的传闻 就一直在各大版面路头 大S更是挂牌出售自家 2.76亿台币的豪宅来边线 虽后来遭到当事人的否认 但豪宅已出售 却是铁蒸蒸的事实 婚后面临感情家庭危机 却也一直替老公说话 在外人面前维护汪小飞的面子 但也被汪小飞 校长公开接丑过 而大S却仿佛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当好自己的家庭主妇 浅飞事业什么都不管了 为了带好两个孩子 他甚至不惜地捡去自己 一头乌黑料理的长发 只因为这样照顾起来要方便一些 你能想象得到吗 十多年前的他 可是连睡觉都不敢压到头发的精致女孩 如今却甘愿的花神家庭矛盾 淡出了从前那个声色全满的名利圈 或许他本人可以做到风轻云淡 但我们这些看客 多多少少总是有些替他惋惜 就连王小飞都在看了 小S的时尚大片后发出感慨 你看你妹妹天天经营 你却每天带孩子怎么想的呢 所以说要不然汪小飞是北方汉子呢 这耿着劲儿也是没谁了 本来是一番好意 劝老婆也多上心 上心事业 表达出来却莫名的变味 被网友指责是对家庭主妇这个职业有看法 吓得汪小飞立刻删了信息 就连小S接受采访也不替他说话了 说成年人犯的错要自己去承担 其实在娱乐圈里啊 一线女性在事业顶峰期 选择嫁人生子的不在少数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事业上成就也不低了 该拿的钱该赚的钱也都收入囊中 寻觅人生的另一处归宿 也是人之常情嘛 所以如果你想问大S这些年来经历了什么 其实你也是在替千千万万个已婚女性 发出这样的追问 到底是幸福的必经之路 还是无奈的人生抉择 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无法解释的清的谜题